我是咱们九江市长建议所的所长 嗯 我以贯的 贯的也好 我的作法也好 保证佩服 好 下来对你的处理上 你争取 争取个机器主动 如果不配合 动扫细扫的 你放心 我们是干这个工作的 不是说你变 说两句 变两句 就能把它糊弄过去 嗯 你要知道 进场好想讲 打断了 你平时的便宜 其实别的不客气 别的不客气 别的不客气 你平的一家 一家 一家 一家好好的 你在家里也太吓了 1月7号上午11点过 在成都市双流区 九江街道辖区 和立达西部食品城内 一家名叫东阳明酒的店铺前 该店老板正在被双流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询问 这个酒是哪儿进的啊 哪儿进的 嗯 你这个酒是你们这儿一头的嘛 现场 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正对十件国教1573 和四件五粮液进行现场查验 编码登记 贴封赞扣等工作 面对记者的提问 店家并不愿意多说 今天是这样的 是这个根据这个节前那个工作安排 结合这个村内行动 我们市场监管局 九江所 专门请了咱们 几个知名酒厂的打假办 前往这个 和立达西部食品城 对这个酒类行业啊 进行一个专项的执法检查 就在执法检查的现场 当执法人员行至这家店名为 东阳明酒的铺门前时 正好碰见一载货网约车 停靠在店铺前下货 眼前的国教1573和五粮液 厂家鉴定人员一眼就发现了问题 那么经过对这个 这个 东阳明酒这个负责人 现场的询问就是说 他们这批酒是刚刚 从网上勾进的这种一批 涉嫌假冒的五粮液和1573 出于职业判断 双流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发现这些货物送货方式存在异常 便立即上前查看 由此发现这批货 存在从外观上有疑似制假的嫌疑 于是执法人员当场对相关人员 及货物进行了控制 开展例行执法检查 检查中 送货人员和店铺老板均不能说清 这批货物的来源 经过我们现场的 初步对这个老板的调查 询问 这个他们在购进这批酒的时候 大概是每件酒 几百块钱的价格购进的 然后呢 以每瓶 约一千块钱左右的价格 对外销售 在随后开展的现场核验检查中 品牌酒厂鉴定人员确定了这批酒 存在假冒伪劣的情况 在对店铺老板的询问中 他们也无法提供正规货物来源渠道的证明 那么今天我们现场一共是战口了 涉嫌假冒的 1573事件 五粮业事件 那个货资金额呢 发约在8万左右 随后根据现场情况 双流区九江街道市场监管所 对这批货物进行了战口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如果一旦查实 商家将面临相关法律处罚 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为您报道 王女士说 前段时间 她在小区附近的一家美发店 花了1880元 做了一个烫发项目 由于自己是老会员 店家还为她打了折 王女士说 烫发刚开始 她就感到头部右边有些疼痛 但当时她没有太在意 谁知烫发完成回到家里 她发现头发出现了剥落的情况 这可把她吓坏了 王女士说 现在她只要一摸头部的右边 头发就会掉落下来 这让她痛苦不已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美发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由于工作人员 对烫头机器的操作失误 造成了王女士 头部受到一定的损伤 为什么会掉呢 那个头发 为什么温度高了 它不是掉 它是断 就是它这一部分 没部分头发 它的温度高了就压大 它大了一斤的 是头皮受损了吗 这种 这个大家可以去检查了 是你们操作的问题吗 思路上肯定是有的 这个我要承认 美发店老板表示 王女士的头发 只是部分受损 而且也是暂时的 以后肯定会恢复正常 美发店愿意承担 相应的责任 目前王女士正在与美发店 进行协商处理此事 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 为你报道 蔡女士说 前不久她看到一则 网页广告推荐兼职工作 就点了链接 加入一个微信群 群主称会定期发布 关注企业公众号 帮商家涨粉刷单的任务 蔡女士试着做了几笔任务 发现真有反现 最后来了一笔大单 佣金好几百元 但需要电资四千多元 她也接了 但这笔业务不顺利 佣金和本金迟迟不到账 群主说是技术问题 要她别慌 然后就说 除非你再往那个卡号里面 打钱打一万 或者说冲三万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四千块钱 才拿出来 然后当时就觉得 感觉好像是遇到了骗子了嘛 蔡女士决定报警 但她没有去辖区派出所 而是网络搜索网警联系方式 网搜到一个网警微信后 蔡女士加对方好友 叙述案情后 对方表示 已经把骗子网站封掉了 我这边打不开了 就是一打开就会 弹出那个什么诈骗的信息什么的 然后当时就觉得 应该是真净谈 因为你普通人的话 她不可能就是封掉那个链接嘛 因为相信对方正在帮自己追赃 蔡女士接下来 对指令都言听计从 她就把我那个网上贷里面的那个钱 让我转到我自己的银行卡 要他们又做一个什么代码 说你放心 你这钱是转到你自己的卡里 我当时脑袋发热 就把那个网上贷里面的钱 给转到自己的银行卡里面了 16万7千金钱 直到钱被分批转走 微信被拉黑 蔡女士才反应过来 又被骗了 匆忙赶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发现资源资金全部进入 四川名叫科莫的账户 警方很快锁定诈骗分子的身份 先后奔赴湖南长沙 广东茂名等地 将科莫等多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关 本案供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 带破万省市各类诈骗刑事案件 二属一起 涉案价值220万元 民警发现 蔡女士先后被两个毫无关联的 诈骗团伙各骗了一次 第一次损失4000多元 第二次因泄露 我个人银行密码等 损失高达16万多元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这里我提醒广大的市民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 不会通过网络电话形式 了解案情 如发现自己被骗 请第一时间到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警